大家好 这两天呢 我们这里出现了大面积的降雪和降温 第一天下了雪 到了晚上呢 马上就冻住了 第二天 马路上就成了一个大的滑冰场了 那么在这样的路况条件下 我们应该怎样安全驾驶呢 说到这个路面结冰的问题啊 我相信在东北地区的朋友肯定深有感触 在这样的情况下 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 能不开车 那就不开车 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当然如果你必须要开车的话呢 你就要注意下面这几点了 首先第一点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车速一定要慢 越慢越好 那第二点呢 就是不要急加速和急踩刹车 那如果是前驱车 急加速有可能就是你车原地不走 那如果是后轮驱动的车 急加速 那么你的车可能就原地转圈了 同样 如果你急踩刹车的话 那么这个车也是刹不住的 前方发现了红灯了 需要停车 我们可以很远就把油门松开 轻点刹车 一直在轻点 直到你的车停下为止 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要避开一些特殊路段 比如说上下坡 在这种路面结冰的情况 上下坡呢 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的 上坡你上不去 那下坡你刹不住 再一个要避免一些坑挖路面 看到坑呢 要躲开 如果有一个车轮 不小心掉在了坑里 那么在这种结冰路面下 是很难脱困的 就算你下来推车 那么你自己站都站不住 你还怎么推啊 那第四点呢 就是在一些变道呀 或者是转弯的时候 一定要降低车速 缓打方向 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下 大部分车上 都有这个ESP这个功能 如果你感觉 你的驾驶技术 还比较高 能够在这样的路面上 控制住自己的车 那么我在这里建议你 把这个ESP给关掉 因为当它检测到 你有一侧车轮在打滑的话 它会制动这个车轮 这样的路面上 一旦它参与了制动 反而会更危险 那如果你是一些新手朋友 自己感觉这个驾驶技术呢 并没有那么好 那你还是开着吧 它在某些情况下呢 还是比较有用的 好了 今天呢 来给大家总结了几点 结冰路面行驶的技巧 其实还要那句话 这种天气下 能不开车就别开车了 开车呢 这个速度也快不了 二三十的速度 都没有你走着快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